那么范院长您刚才讲到 它是中国最早的中国画 为什么这个人物龙凤图 可以被称为是第一幅中国画 我觉得最重要的 它之所以能够称之为 最早的中国绘画的典范 因为它有两个因素 第一 它使用了线条的造型 在考古发现中 已经看到我们中国 很早就开始使用 这个毛笔和墨的颜色 那么在这里更是很鲜明的体现 用线条来造型 第二个它的色彩 是比较平面的渲染的方法 后来在画论上称之为 随类浮彩 就体现了这样一种 最重要的特征 所以这就和欧洲的绘画 西方的绘画 拉开了距离 两千多年前 仙人们用古朴的线条 云整的蕴染 奠定了国画的开端 在此后的千百年中 无数的文人莫克 用传神的人物 血液的山水 灵动的花鸟 让国画体系日真成熟 东晋顾凯之的高谷游丝苗 如春蚕吐丝 汇出偏弱惊鸿 宛若游龙的洛神富途 唐代化身吴道子 笔下的人物冠绝于世 传为他的八十七神仙卷 笔式远转 汇出医者飘举 被称为吴代当风 宋元亮朝是国画鼎盛时期 张泽端用五米长卷 清明上河图 记录了变良的繁华圣景 十八岁的王熙梦 匠心独运 汇旧的千里江山图 以近十二米的巨幅 创造了青绿山水的巅峰 而皇宫望的复春山居图 则以淡雅墨色 抒发着文人内心的 宜然自得 明清两代画派繁星 徐位的墨葡萄图 石涛的云山图 用水墨血液赋予国画更深邃的意味 再为国画锦上添花 两千多年间 一代代丹青之诗 妙笔生辉 描绘出国画中独特的东方意韵 而西方的画家们 也在探索着油画之源 在历经了镶嵌画 淡彩画和诗壁画的发展之后 油画终于在15世纪初的尼德兰出现了